人海礁风波还没有结束 菲律宾就迈向更危险的一步 敢战才能止战 中国是时候对菲律宾立威了 大家好,我是萧云华 最近这段时间 随着菲律宾方面不断在人海礁传之问题上 对中国发起挑衅行为 南海地区的形势又一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针对菲律宾方面剧心颇测的炒作 中国有关部门详继发出声明 要求菲律宾立刻撤走战舰 还给人海礁原来的面貌 然而令人沉默结舌的是 菲律宾马克思政府不仅反悔了 菲律宾方面曾经许一些的 关于脱走马德雷山号的承诺 与此同时 就在人海礁风波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菲律宾又迈向了更危险的一步 日前菲律宾总统马克思通过一项全新的国防政策报告 报告中除了把南海作为菲律宾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外 台海问题也是主要的内容 文件中指出 菲律宾约有10万人居住在台湾地区 而且双方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这就意味着当台海出现军事冲突时 必然会波及菲律宾 为此菲律宾方面决定 在寻求独立外交政策的同时 加强与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 然后共同应对台海局势带来的挑战 针对马克思政府这次通过的国防政策报告 在南海问题上一致存在争端 我们有所防备 可是台海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直以来这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菲律宾在台海问题上就是一个与外国家 可他们现在把台海问题写进了他们的国防政策报告中 甚至公然对中国落下狠话 挑明了菲律宾将与美国共同应对台海危机的企图 就凭这一点马克思政府的这个所谓国防政策报告 就显得太过于荒唐了 从古至今两岸就同属一个国家 任何外来力量都是无权感涉中国的内政 而且大陆已经不止一次重申 台独分子与台湾的和平是势不两立的 台湾问题直随拖到今天 是因为美国和其他外国势力持续的向台出售武器 以及任由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在海峡两岸之间穿插的结果 上述这些才是造成台海问题的根本原因 现在这些叫嚣着要维持台海和平的国家 有后眼无耻的宣称 不允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 意在阻挠两岸实现统一 要知道菲律宾方面可是早就许下了 无意干涉中国内政的承诺 可现在台海这两个字却探而皇之地 出现在了他们的国防政策报告中 由此可见马克思之前说到 菲律宾提供给美国的军事基地 不会用意攻击中方 恐怕也只是一句敷衍之词 说到底马克思政府就是揣着名背装糊涂 针对他这种无赖的态度 解放军是时候对菲律宾立威了 只有让他们付出一定的代价 马克思政府或许才会打消痴心妄想的这些念头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